加盟展開跑 名校三兄弟 賣麵月賺8萬 季博世生賣季派後 又有台大法律系高材生 開拉麵店的轉型案例 近年27歲的李增佳 台大法律系畢業後 連兩年沒考上律師 同校歷史系畢業的 25歲弟弟李平佳 對前途感到茫然 姚弟林加新竹高中畢業 復生學當完兵後 拜師學日式拉麵 一年半前想經營拉麵店 才讓三兄弟 有了一起打拚的念頭 第一家店開在竹科 慢慢做出口碑後 七八個月北上開設第二家店 估算每人平均月入七八萬 昨天他們也參加在台北 世貿一年四天的 台北國際連鎖加盟展 這次加盟展號稱620攤創新高 但150家餐展廠商 卻較往年少一成三 足湧入25000人次參觀 傳統早餐連鎖店如麥威登 拉雅漢堡 攤位前擠滿詢問人潮 前者推優會價59萬9千元 比去年便宜10萬元 後者主打50萬元 零利率貸款 因景氣逐漸好轉 10萬元以下低價加盟餐車 卻屈指可數 比一家炸雞業者難倒炸雞餐車 針對單親非自願失業 社會新鮮人三大族群 將原加盟近17萬8千元 壓低為78千元 其餘都是以近百萬元到200萬元的 茶飲 餐飲加盟為主 現場還有上海姑娘 從對岸來台找商機 在內地的話 相對來說 現在茶飲類的發展會比較快一點 台灣企業的話 它比較流程啊 包括各方面 它對資深的要求也會比較高啦 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建議 有一加盟者多收集資料 比較後再決定 中新聞台北報導